男子來到圖書館 第一個動作不是找書看 而是先把已經在看書的小朋友 通通趕了起來 好像這裡是他的專屬座位 接著竟然就直接拿出餅乾 大口大口吃 吃完餅乾冷氣一吹 男子眼皮越來越重 這時書還沒看半本呢 就已經很躺在沙發上呼呼打碎 就連圖書館人緣見狀來告誡說 這樣觀感恐怕不太好 但男子哪管得了什麼觀感好不好 根本敵不過沉重的眼皮 就是發現他有躺握的現象 所以我們有過去規圈他 那我們規圈他他又馬上起來 他男士上話去圖書館 因為才剛花了五百多萬元重新裝潢 暑假期間成了家長六小孩的最佳去處 但來到這 許多民眾大多都不是來看書的 而是把圖書館當成了免費冷氣房 有男子翹腳睡午覺還有家長不顧 不得帶食物飲料盡管的告示 大辣辣讓小朋友吃起了下午茶 雜誌不是用來當餐巾 就是拿來當涼背亂象一箱 圖書館是一個開放空間 我們還是鼓勵大家多多來使用 只是使用的方式希望能夠是比較守紀律一點 然後也要尊重彼此使用的一個方便 為了避免類似狀況 圖書館人員索性把監視器截圖 印出來當作告示 無非是希望提醒來到圖書館的民眾 不要再出現類似的誇張行徑 影響圖書館的觀感了 記者賴館長張行徑才能報導 字幕志願 谢谢大家